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他們每個人的不同性格 好像在找一件事 好像跳出自己一個繁忙的生活 舒服地去找一件事做 我們會有自己的創作和設計 我們兩個本身都是做室內設計 因為真的想做一間屬於自己的概念的工作室 室內設計不是一定要做到整間屋要雕花 或者要很誇張 可能我們做幾個小物在家裡 都已經是對於生活上的一種看法 這個工作室你見到 我們都會有很多植物 還有我們有一個露天的空間 因為我們自己都很喜歡種植物 我們種植物之後 開始發現我們找不到自己喜歡的盆器 來盛載我們的植物 我們自己都有一路學開陶瓷 開始想自己去創作自己的盆器 一些生活上的杯、碗、碟 漸漸地把我們的興趣融入了這個工作室內 我們在這邊 這隻貓我們本身自己養開的 養了很多年 大部分的時間都放在工作室 我們都想多一點時間陪著牠 牠是22歲 今天對貓已經超過100歲的貓睡 互相不要騷擾 大家其實看到牠很有趣 又會想摸摸牠 但是看到牠這麼暴躁 又不敢騷擾牠 所以就很微妙地產生了一個 怎樣相處和這隻惡貓的一種方法 陶瓷都是一種可塑性都挺高的一種梅界 做到它很完整又可以 你做到它有點暗暗殘殘 俗稱有些人就說 一個手造尾的 它更加可以突顯出來 其實陶瓷是一樣很需要時間 去慢慢累積經驗的創作 需要做一隻碗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原來都需要起碼幾堂的時間 才完成到一隻叫做 基本的碗 所以陶瓷是一個很好的耐性的鍛鍊 我喜歡觀察一下每個同學 對於做陶瓷的過程 那個心態是怎樣 尤其是我教拉杯的時候 會看到不同人 有不同的性格出來 有些人很急的 你要看他做的手勢 他用力 他會很大力 很容易想倒閉 有些人很冷靜 你看得出來 好像在玩一些心理測驗 在玩玩玩玩玩玩